HELLO 大家好,我是Helie 最近大家應該都感受到天氣的變化了 漸漸的良意最好做些什麼? 當然是買衣服,又是入手秋冬妝的好時候了 一如既往我都在台灣的網站買衣服回來 但不意外地,他們都是需要些時間才送到 但在這個秋二漸龍的日子裡,我怎麼可以忍手? 手上沒有幾件新的秋冬妝在衣櫃裡 所以我就逛了G.U.看看有沒有些秋天衣服可以買 其實真的不是很多,但既然都買了回來 不如跟大家來一個開箱,試著告訴大家 這陣子G.U.有什麼買 第一個產品就是我身上穿的吊帶長褲 它是減價,現在$99就買到了 它的吊帶在後面是交叉的,而且可以調整 所以如果膊比較窄的女生都不會太容易 就會掉薄的 然後我挺喜歡它這個位置,托得挺漂亮的 不會那些很性感的 然後胸好像掉出來的感覺 它就不會有 它的褲腳是比較直筒,大一點寬 但就不會喇叭地闊出來 我覺得就剛剛好 而且就算我153也好,它不會觸摸地 剛剛好穿平底鞋都會露了一點 就不怕它拖地 它的質地不算是完全西裝的 雖然都要燙的,但有一點西裝棉的感覺 是有彈性的 我覺得它這個位置其實蠻修飾身形的 如果它再闊一點的話 整個人就好像直筒,就不會那麼漂亮 所以我挺喜歡它的cutting 大家有沒有跟我一樣都疑惑過 今年竟然有秋天 很多年沒有試過 去到10月的時候 已經覺得有點涼 要戴一件小褲子 或者晚上要穿長袖出門口 所以我就期望今年的冬天是會冷的 所以我就買了一些針織的衣服 現在身上穿著的一個小小瓶領 它還沒去到這麼高的 對,半瓶領的衣服 有個袖口 一點速了,然後有三樓 然後下身是分開買的 但是我就買了同一套 因為我看到它的公仔穿出來很斯文,很漂亮 它的上身和下身都是99元 我自己就覺得以這個質地來說是不貴的 它是不會刺皮膚 如果同一個質地 我想在台灣的網上買都過100元 所以它是值得入手的 它的上身衣和半截裙 我覺得都很百搭 就算它們不是配合一套 你配搭其他單品 例如這件衣服 配一條皮的短褲 或者是一件很薄的上身衣 然後配那條裙 再加一個西裝外套 都是有另外一種風格可以出來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價錢來說性價比其實挺高 不過現在的天氣 穿外出的人應該會覺得我發冷 所以都要等多一會才可以穿外出 然後第三件我是沖著質地來買的 我對這一種的材質是完全沒有抵抗力的 就是一個非常滑滑滑的湧湧質地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是挺柔軟的 它不只是一個單純灰色 它是深淺灰混在裡面的感覺 這件衣服我是買了大馬的 因為這個質地我覺得很適合一種容懶 一種boyfriend style的感覺 所以我就買到它很鬆身 這個袖子可以吸住手指 如果不單穿的話 裡面可以配襯衣服 我覺得是很搭配的 配一條短短的牛仔褲 也非常漂亮 就算我穿大馬也好 它也是剛剛蓋過我的臀部 所以不能當裙子去穿 就蓄不了腰的 因為真的比較闊身 穿著它我就覺得很搭配 帶一些圓形很短的拉帽 然後就有一種街頭風的感覺 非常之喜歡這件衣服 它多少錢呢 就看看價錢牌 但是算 它是99元而已 所以我覺得也很划算 大家也可以去看看 它有很多種顏色的 另外有一個淺灰藍色 我也覺得很漂亮 但是已經斷了馬了 大家可以去看看 它只剩下大馬 就真的有點太大了 之後這件你們看到 就知道一定是我的了 真是My cup of tea 就是 你看很可愛 SpongeBob的一個Sweater 超級可愛 是不是覺得這件衣服 真的有屬於我的感覺 我裏面就配了一件襪衫的裙子 給大家看一下一個不同的感覺 其實單穿當裙子也好 當衣服也好 當衣服也好 其實我覺得反靚會好一點 但是我只找到一件企領 在衣櫃上 我去年扔了一件我很喜歡的SpongeBob衣服 但是它已經很殘 很髒 不可以再留的時候 我就一直都很失落 直到我看到這一件 就有一種失而復得 你要回來我衣櫃的感覺 它的價錢呢 就是 199元 我不覺得它是特別便宜的 但是買到的心頭號 我又覺得它不是一個令我卻步的價錢 所以就 非常喜歡它 來到最後一套 我覺得對我來說 是一個比較大膽的嘗試 因為我沒穿過這一類型的衣服 我本身是以為它179元 是一個大膽嘗試價 誰知道原來我看一張單 它是249元 所以 對於大膽嘗試這件事 我就覺得有點貴 對 就是我現在身上的一條 一個針織的連身長裙 究竟153的小粒仔 可不可以駕馭到一條這麼長的裙 而且它是沒有細碼 我是買了中碼的 嗯 這條裙其實有點像浴袍 不過呢 它的綁帶位就是在旁邊 我就會這樣綁兩個圈 然後它的長度 就去到我的小腿中間 就沒有其他任何的細細 沒有袋什麼都沒有的 純粹就是靠這個結做了一個腰身出來 因為我不想經常穿衣來來去去 都是很青春的感覺 有時候都想呈現一種大姐姐的成熟感出來 所以我就買了這件的裙 其實它本身是有個淺紫色 是很夢幻的 但是呢 可能我皮膚比較深色 比較健康膚色的話 穿那件是真的很像浴袍 然後還有一個深啡色 它就跟我融圍了一看 整隻草泥塔 所以我最後就選了這個 比較他奇色的陀色的顏色 我覺得就好像稍微有一點搭配的 但是我就不知道穿出來的感覺 大家覺得是怎樣 我都未給我男朋友看 可能他以為我穿浴袍出街 然後又有笑我也不頂的 那Anyway 大家可以給我一點點意見 大家會覺得 究竟這樣是成熟還是浴袍呢? 那今天就跟大家開箱了 我在GU買的幾件單品 因為都很近期買的 所以大家現在在GU應該都還找到他們 那除了這件是中馬 和剛才的深灰色是大馬之外 其他全部都是細馬來的 我是153cm高 然後身... 不... 然後體重就是約100磅前後 那肚腩是極度大的 那些出街有機會會被人仰撞的身形 那大家就可以參考一下 那希望大家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那接下來應該等台灣的網購來到 就可以陸陸續續和大家開箱 不同的秋冬系列的衣服 那些衣服就會比較沒有那麼發冷 這些應該都還要一些時日才穿到 但是在台灣買的衣服 就應該現在的天氣是OK的 大家期待一下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LIKE和Subscribe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載兩條新片 不然是綠眼周身邊和日間都舒服一點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Bye Bye